医学知识进步 癌症比例反增 科技创新使癌症医学开始AI辅助诊断 标靶药物及免疫治疗 许多棘手癌症甚至能痊愈 但同时生活形态及环境改变 也导致许多癌症发生率节节高升 且有年轻化趋势 最近美国癌症学会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统计美国近百年离癌资料发现 X世代1965到1980年出生 和迁徙世代1981到1996年出生 罹患17种癌症的机会比长倍高许多 17种近年发病率上升的癌症 有乳癌 肝癌 胰脏癌 血癌 大肠癌 肾脏癌 口腔癌及一丸癌 成果8月刊登于刺客真公共卫生 The Lancet Public Health期刊 科学家分析北美中央癌症登记协会 和美国国家健康统计中心登陆 超过2300万笔 罹患34种癌症资料 和超过700万人死于25种癌症数据 一出生年 1920到1990年分 每五年为一级区分组 比较各阻力癌率 1920年开始 所有分析34种癌症 8种发生率连年上升 1990年出生者罹患一脏癌 肾癌和小肠癌 较1955年出生者高约两三倍 女性肝癌发生率一大步升高 出生于1990年代的女性 罹患子宫癌风险较1950年代者高近两倍 五种癌症死亡率50岁以下年轻人增加了 可能是一种或多种环境因素导致 未参与研究的肠胃肿瘤科医师安德烈切尔赛克 Andrea Sachek说 这次的研究表明 以前年轻人不常见的癌症发病率正在上升 尚不清楚为什么这些癌症年轻人发病率会上升 但推测可能是一种或多种环境因素导致 年轻族群发病率增加癌症 始终与肥胖有关 如大肠癌 肾脏癌 胆囊癌 子宫癌 胰腺癌 乳癌 卵巢癌等 多数癌症并非短时间形成 故年轻世代离癌可能同年就种下病因 美国癌症学会首席科学家 威廉·达赫特·William De Hood博士表示 如果人们20到30岁就罹患癌症 代表十几岁甚至更早就暴露于各种致癌风险 可能是环境 饮食或其他癌症危险因子 面对步步进逼的癌症威胁 身为现代人的我们该如何因应 欲早发现癌症治疗效果愈好 此次发现显示癌症筛减可能需更早进行 乳乳癌 大肠癌筛减等 建议有50岁下修至40岁 且肥胖是十多种癌症的危险因子 改善儿童及青少年肥胖问题 或许有机会同时降低数种癌症发生 健康生活编辑部 谢谢收看 健康生活关心您的生活健康 请订阅 点赞及转传